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212集 但凡能够成为精怪的 他们都是有了人类的智慧 而且 伴随着道行的提高 智慧也会提高 感受到人世间的美好 他们会想办法融入人类的世界 只要这些精怪不做坏事 悬门中人也不会戴着有色眼镜 去看待他们 一般也不会伤害他们 只有在这些精怪 依靠他们的术法 做什么伤天害理之事的时候 悬门中人才会宠他们动手 狐狸精真身留在洞内 一般悬门中人看到 不会多加理会 更加不会霸了狐狸精的皮 吃了狐狸精的肉 他们做的的确是过分了 若是换成什么也不懂的 普通人这么做了 张凡还可以理解 毕竟他们什么都看不出来 另外 这狐狸皮也算是一个值钱的东西 就在张凡思索的时候 方浩鸣继续开口 从我跟他们两人对峙时的谈话中 我发现两人是故意迎我出来的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抓到我 似乎要拿着我的魂去做什么 听到这里 张凡眉头一跳 悬门中人捉精怪的魂 想做什么呢 随后 张凡看了一眼欧阳 还有严东 两人也都是不解的摇了摇头 诶 不对啊 你说他们故意把你引出来 目的是要你的魂 那如果是这样 他们应该早就了解你的行踪了 为什么要等你去六栏山的时候 才冲你动手啊 听到张凡这话 方浩鸣也陷入了思索 对啊 他们应该早就知道我的行踪了 为什么非要等我去六栏山的时候 才对我动手 而且从前天交手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两天 他们那么想得到我的魂 为什么没找上门来 直接把我杀了呢 你这宅子里有什么东西吗 张凡此时 看向了方国江 方国江笑道 没有啊 这就是普通的宅子 我听爷爷说 这块宅基地 从乾隆年间就是我们家的 解放后 这宅基地又分到了我家手里 我们 这不是距离县城比较近吗 县城规划 把我们家这儿的房子 一部分盖成了二层楼 一部分盖成了高层住宅 我抽签的时候 又正好抽到了这块宅基地 你说巧不巧啊 的确是很巧啊 因为这个巧 令得张凡越发觉得 这块宅基地 它有问题了 欧阳 你看看 这宅基地 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论风水堪余的本事 他可比不上欧阳老头 这事啊 还是交给欧阳比较好 欧阳老头微微点头 从布包里 拿出一个铜锣盘来 先生拿着锣盘 在屋里面 溜达了一圈 而后 又拿着锣盘 在院子里面 溜达了一圈 最后回到客厅里 看向众人 摇了头 这宅基地 就是普通的宅基地 他没什么问题 而且 一点跟风水堪余 有关的东西都没有 欧阳老头 根本没发现 有什么问题 但是 两人却找上门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碰上那两个人 会不会只是偶然呢 并非是他们 早就盯上你了 只是 顺带想把你的魂魄 给取走呢 张凡 又看向了方浩明 方浩明听了 却是连连摇头 听到这话 张凡眉头微皱 他有些想不通了 思索片刻 他开口又说 哎呀 看来今天 是想不出来了 只有真正接触到 那两个人 才可以知道原因呢 他家伙累了一天了 都抓紧休息 明天咱们出去 找找那两人 所有人听了 都是赞同的点头 只见 张凡缓缓抬起头来 看了一眼 方国江的面相 此时 方国江印堂未知 之前那种 间歇性的闪烁的黑印 已经消失了 而饥饿宫 则是生出了一团黑气了 这便表明 方国江没有生命危险了 不过 应当是会生一场大病的 而方浩明印堂的位置 则出现了一个闪烁不断的黑印 狐狸精在谁的身上 谁就会有生命危险 看来 这两个人的针对性 是真的很强的 那个 狐狸精啊 你先在浩明的身体里面休息 今晚 我和浩明睡在一起 免得他出什么危险 方浩明微微点头 而后便看到眼眸中的绿光一闪 方浩明身体一软 疲惫地吐出一口灼气了 张凡清点几下方浩明的穴道 方浩明的精神 这才恢复了一些 他是第二次尝试精怪上身 虽然年负力强 但是终归没什么经验 再加上 精怪上身对于人的精神 还有体力的消耗 都是颇大的 所以 方浩明才会感觉很累 众人回到各自房间里面 张凡和方浩明 就住在方浩明的房间里 浩明啊 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 一枚狐狸精在你的身体里 你爸已经没什么生命危险 而接下来会有生命危险的人 将会是你 所以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 无论是睡觉还是别的 你一定要注意 哦 我知道了 樊哥 此时已是凌晨 这一天都挺累的 两人也没有再继续聊 便直接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 众人起床的时候 方浩明的母亲 已经把早饭给做好了 张大师 您决定打算怎么做呀 是不是要再去趟柳鸾山呢 方国江看向张帆 露出了询问的目光 啊 已经没必要 再去柳鸾山了 这柳鸾山 是两人选择动手的地方罢了 如果方国江没有去柳鸾山 而去了别的地方 那两人 便会在其他景点 对方国江动手 所以 这和柳鸾山 应该是没什么关系的 那 您准备怎么样 把那两个人给引出来啊 我猜啊 只要我和浩明 在你们家门口走上两圈 然后 再去一个稍微隐秘些的地方 那两个人 就自然会出现了 你的意思是 那两个人就在我们家 门口那些排队的人里 哼 即便他们不在 他们的眼线也在 所以 一会儿我只需要跟浩明 出去遛他一趟 就能把他们给引出来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